你说楚慕死了 站住 站住 就是他毁了我们好几座城池 杀了他 気则 上哪儿 唉 丁远将军就用 监备 竟然折损在叛军的手里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本来父亲 还想好好培养他一些 盛将军的手下 带回了安西夏的地图 末将特意拿来献给大将军 系对付啊 你忠心可嘉呀 父亲 亲兵营现在缺人 不如把他调过去吧 你愿不愿意啊 西涛 你可想好了 能做大将军的亲兵 可比官升一级还要好 只要你够忠心 那功劳部上 不会少了你的名字的 末将军粉身碎骨 报答大将军的知欲知恩 好 起来吧 是 大将军 盛将军那两个属下 已经处决了 他俩好不容易才从安西夏 活着回来 为什么要把他 抛弃将军自己逃命 这样的人不该什么 把他们的人头挂在城门上 让所有人都看到 贪生怕死的后果 是 父亲 这盛楚慕都已经死了 为什么还给他这么多功劳 正因为他死了 才会给他上报 对 就算陛下给他再多赏赐 他也只能在阴间享用了 盛楚慕 盛楚慕 六三 尸祸于尸 凶 于尸 就是用车运送尸体 这益经太难了 算命算卦 还要搞得这么复杂 错 益经原本是反映天下万物的变化 只是人的功力心太强了 没有好好理解他 才把它看作捕师之书 好 殿下 这 这是我的手帕 怎么会在殿下这儿 捡的 捡的也应该还给我 比起那个声名狼藉的盛楚慕 我到底插在哪儿 你是怎么知道的 想不到 盛楚慕跟陆琪的那个赌局 是为了你啊 要不是为了我 他们就不会约定殿比武 也不会出征 也不知道楚慕 他现在怎么样了 失火于失 凶 你 虽说 不能把益经看作不是之书吧 但偶尔算命还是听准 刘昌 今日过后 下关就不会再来林肖哥念书了 喂 喂 我说笑的 赌死 你告诉我 什么叫做赌死 不可能 大哥武艺这么厉害 他怎么可能被盘军杀死啊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楚慕 娘 娘 娘 你醒醒啊 娘 娘 娘 楚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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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这件事跟陆云锦 绝对脱不了干系 对 他是主将 大哥是他的副将 现在大哥死了 他为什么就平安武士 我们去找陛下 要陆云锦为大哥偿命 对 楚慕 爹 爹 我 网关不离 竟上破 将军难免真前往 难而战场杀敌 难免一死 你们让陛下惩处陆云锦 陛下能听你们的吗 可是这就是陆云锦的毒计啊 爹 大哥死得好冤啊 你 你 尔里们的大哥 连把叛军收成 立战而不屈 为国尽忠 他是你们的好大哥 爹 也是爹 也是爹的好儿子 他是爹的好儿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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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菲 若死不能复身 节哀顺变 别伤了自己的身体 从前 总埋怨楚慕不争气 没出息 今日他战死沙场 陛下后家奖赏 追死哀怒 是给鲁国公府争气了 谁又出息了 可我宁愿 他还是当初那个 只会光青楼 喝花酒 若是生妃的弟弟 只剩下我还能看见他 他还会在我面前说话 还会对着我笑 留在长安舒舒服服的 以后还会是个国公 何必去打仗呢 就是啊 听说 圣楚慕 还死得特别惨 是吗 傅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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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刚刚说什么 你说 楚慕死了 你还在 傅死者 傅死者 你没事吧 傅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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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傅死者 傅死者 敢 敢 敢 公贺大将军终于剿灭叛军 再次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 这战功应该属于各位将军 今天晚上我们一醉方休 一定要多喝一点 可惜定远将军没看到今天的大晟啊 是啊 多亏了圣楚梦那张地图 我们打下安息侠才事半功倍啊 父亲 您到现在还记得圣楚梦那一点点的功劳 遇到您这样仁爱的主帅 难道不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吗 对吧 来 各位将军 我们为定远将军敬上一杯 来 来 大将军好好休息 末将先行告课 无声九里 父亲 儿子先走了 你扶少将军回去休息 将军 没躲吧 没事 没事 大将军 我扶您回房 好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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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为了我娘 为了我姐夫 我姐 我看你 你 我姐 你 我姐 你 父亲 父亲 这应该就是叛军的余孽 请辰夜袭击大营 做最后一步 今晚多亏了喜讨 要不是他拼死户在塔前 此刻就得手了 行啊 小子 我没看错你 你安静字已有 你的剑 可能掉海里了吗 看给他疼不大 大哥 我们叫他干嘛呀 他上回还刺了荣兼剑 你直接让他死寒 你还历得了吗 懂什么呀 昨儿还能喝下一点粥水 今天连粥水都喝不下 太医也束手无策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是义证啊 不是义证 太医说是伤心过度 我们管不着 来呀 给我抬走 你们要把傅司制带去哪儿 疗狱署 那可是重病的宫人等死的地方 满屋子的病气 好人进去也撑不出 无送到疗狱署 这病气如果在宫里传开 谁担得起着责任 太匪 不行 不行 行 这什么东西 轮到你说不行 这是干什么 殿下 殿下 我能让他们把傅司制带去疗狱署 殿下 奴婢也只是按照规矩办事 本王的规矩 是你们马上滚 是是是 奴婢这就滚 这就滚 走 还好你心里明白 没有直接把他送到灵霄阁去 而是送到我这儿来 要不然 真是说不清楚了 多谢母妃 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总该让你有点顺心的事吧 可怜下 主牧 主牧 你就不能找个心里油腻的吗 主牧 你这样 多受罪啊 主牧 圣主牧已经死了 桃月忘记他的